57. 澳門日報 新城規劃應兼顧產城結合 2015年7月22日煉花廣場 C.07陽到康陽明與前年2009年11月 國務院正式批覆澳門特區政府提出的田海造地申請 當時 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發出的新聞稿表示 特區政府必定及時把握好這難得的發展機會 配合特區整體發展、科學規劃、 循序建設套門新城區、未來開展建設的新城區 將有大量的公共設施和綠化空間 並如流適量的土地興建公共房屋和發展 符合經濟式度多元化政策的產業 澳門新城區的建設 關係澳門發展的百年大計 特區政府在規劃過程中 必定廣泛 深入慶取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的意見 結合科學分析研究 有序逐步推進 及時反規宣傳 從而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澳門 一、規劃方向英市產城結合 綜合開發 澳門目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 以常住人口計 每平方公里達到20,098人 如加上平均每天8萬多的遊客 人口密度更高達23,000人 與倫近城市比較 是香港的3.4倍 更超越珠海20倍 因此 新城田海區的用途應該是首先緩解公共社會設施的不足 滿足人口增長帶來對公共設施的需求 優化提升城市的生活質量 增設優閒空間 以配合澳門發展世界旅遊優閒中心的定位 新田海區土地用途應該遵從以下原則 包括可持續發展 綠色低碳 環保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提高 居民生活素質 澳門的城市脈絡一直是清晰的 但近十年由於經濟和人口的快速發展 對土地的需求急劇增加 在未有總體城市規劃約束之下 住宅 商業及公共建設全面鋪開 使得原來的脈絡逐漸改變 城市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越趨不平衡 因此 當下的問題就是能否利用新城田海增加的土地 通過對公共設施和城市功能佈局的再設計 理信和協調這種不平衡 這是社會各方需要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對於土地資源缺少的澳門來說 田海造地一直是增加土地的有效途徑 然而 2009年國務院批准的3.5平方公里新田海土地有著與別不同的意義 首先 澳門目前處於歷史上最繁榮的經濟發展周期 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居住人口增加 尤其訪澳遊客數量的大幅增長 使得澳門對土地的需求比任何時期都更迫切 其次 經濟色度多元作為澳門長遠發展目標的策略部署 在實施過程中亦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配合 還有正因為經濟的繁榮和城市的快速發展 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亦必然隨之增加 由此決定了新城田海區的土地 從規劃的開始就被社會各方而設期待 包括配合城市定位增加休閒空間 推動經濟色度多元發展 回應公共服務的需求 以及改善包括交通、居住等有關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的多項訴求 本民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利用新城區推動產業多元 但在規劃的過程中亦需要適當地考慮其他方面因素 即有效特製產成結合 否則之後的產業規劃就失去了城市綜合發展的聯動效應 這種思路將會連貫整個討論 在論實產業利用空間佈局前 先簡單歸納一下新城田海區土地分佈的特點 一、土地是由人工田海獲得 是從零到由 二、三、五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本來不算少 然而它們分為六個地段 且形狀、位置分散 還有是每一地段的面積都不大 三、規劃時必須考慮和舊城區的有機聯繫 以免城市的歷史脈絡被撤斷 四、新田海區要承載的功能很多 目前未清楚有多少土地需要用於建設公共設施 因此最後將預留多少土地給予產業多元發展環不確定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 新城田海區的土地情況可以說比較獨特 再考慮利用新田海土地發展產業時主要基於以下原則 應考慮新舊城區的對接和相互支持 把整個澳門城區看城市一個有機的整體 而不是單獨關注新城田海區 由於土地分散 而且未來的規劃用途完全在較大的變數 不且認為六個地段逐一做規劃會欠缺效率 再操作上難度亦大 可以選擇的做法是根據之前土地運輸公務局公布的第一階段 2.注重空間平衡 新舊區聯動發展 對於土地的利用理念可以包括多重訴求 但亦可以依據實際需求設定重點 在此選定的重點就是要在空間佈局上遵從平衡的原則 2010年舉辦的上海細博會為這個原則作料很好的示範 細博會場建設用地一共為5.28平方公里 面積大於新田海的3.5平方公里 其中與澳門新城田海土地分處兩邊海岸相近之處 市會場土地亦分布於黃浦江兩岸 兩岸的土地屬性有所不同 浦西市已經完成都市化的老城區 擁有一批舊工業建築 浦東則是城市的新區 擁有更大的空間和河岸 無論是對老工業區遷冊改造 或是在新城區進行新建設 都面臨建設成本高、周期長 破壞原本環境的問題 因此 細博會總體規劃採用的方法 是在盡可能小地改變土地本來面貌的情況下 在普西、置入自然要素 或普東、置入都市文化元素 兩岸置入各自欠缺的元素 使兩岸的功能和景觀達到協調和平衡 從而比較好地解決了上述的難點 城市作為現代生活和各種要素集聚的載體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 城市的發展理念不斷向更自然更和諧 更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方向發展 因為城市生活一旦違背自然環境的發展規律 不但浪費資源 後果更可能破壞城市風格 因此 應該在規劃設計時採用平衡者的理念 在盡可能保留舊區功能延續的情況下 透過合理的土地規劃 從新平衡人流和各種要素的分配 至於規劃方案的思路 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1.在新田海區塑造一個或多個新的旅遊職點 吸引旅客前往消費 2.通過公共交通和舒適的步行系統連接新舊區的旅遊職點 3.即著一或二達到美化澳門城市形象和合理分佈城市人流和功能的目的 新城田海區的規劃一再強調要新舊區扶持互保 但作為旅遊城市面對的問題 是澳門目前的旅客人流只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區 主要受澳門城市原有不同區域功能的影響 因此所謂平衡的意思 在此處是指平衡產業、人流和消費的空間分配 改善目前人流消費過分集中在特定地區的情況 希望在新城田海區會有新的場所和設施吸引遊客到來 從而達到新舊城區相輔相成、開拓生產業的目的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之名的旅遊城市都會有標誌性的區域或建築物作為人流集聚的地方 例如紐約時代廣場、巴黎香謝麗社大道、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等 因為聚集大量人流、上述地點和周邊地區往往都會成為黃金商業地段 澳門目前的問題在於作為一個知名的旅遊城市 但可供遊客集聚消費的地方太少 且比較單一,確實有為數不少遊客的遊歐方式就是早上往各大島長轉一圈 下午到大山巴牌坊拍個照,然後順道板將堂布行街購物 傍晚時份就完成了在澳門的遊覽 上述各個地方又確實是適合遊客集中的地方 在沒有其他集聚點的情況下,這種狀況難以大改變 因為大型島長酒店本身就是一個集合依、食、住、甚至行的地方 其特點就是具有極強的吸收力 不論是人流,還是金錢,且具有封閉性 無法發揮輻射周邊地區的作用 因此資源會很容易被迅速集中在這些地方 無法再流出,其實不理多元旅遊發展 從六個填海地段的地理位置分布內看 未來A區和E區會成為進入澳門的南北大門 前者位於港珠澳大橋樂點和東方明珠之間 將會是人流密集的口岸地帶 以區則靠近澳門國際機場和北坑碼頭 計劃有連接舖門與工 J 的第四通道連結 將是另一個人流密集的地帶 兩地能否成為遊客和居民身的優氣地帶和消費區域 則取決於產業的規劃,根據之前諮詢所獲得的資料 再細為保護、城市天際線限高等一系列的限制條件下 當時規劃傾向的原則是儘量採取土地的低密度開發 例如多樓空地建設廣場、公園一類的公共場所 其中環會加插一些文化創意的元素在內 歸納而言 新城填海區的空間利用原則傾向於回歸澳門本來的寧靜 休閒的城市特色 並通過一系列的文化創意元素 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提高遊客的休閒旅遊感受 以配合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由此來看 純粹的消費性項目並不會狠密集 如果要短時間內在統計數據上 反映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程度 需要一些新的、具有資本密集性的產業支持 文化創意產業固然是產業多元的一個方向 但並不足夠 而且形成產業規模需要的時間亦較長 有關這點會在其後作更詳細的分析 3.分區佈局及實施方案有關新城填海區集聚人流的具體造法 建下表,從在落位置分析A區將成為港珠澳大橋西岸落點 連至澳門半島的橋透保 根據初期的規劃方案 得知有設想在A區南端預留空間建造一個新的具有標誌性的建築物 不者認為這是很好的方案 新的標誌性建築將作為未來外地遊客進入澳門的第一站 至少在視角上 不者認為更應好好規劃 達到顯示澳門城市風格 突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形象和定位的目的 標誌性建築可以是象徵性的 例如珠海情侶奴的珠海魚女 也可以是實用性的 例如新加坡的濱海灣藝術中心 該中心的劇院除了本身作為演出場地的功能 亦具有商業和露天休閒等功能 作為一個世界級的表演場地 濱海灣藝術中心被視為新加坡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決心的象徵 對於澳門而言 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對於良好的表演場地肯定是有需求的 加上目前文化中心的空間和設施已經相對飽和 除著澳門國際音樂節之名道的提升 已經不能滿足未來文化演藝的需要 因此濱海灣藝術中心的例子值得澳門參考 A區亦是六個地段面積最大的一塊 因此亦建議在這裏發展一些佔地小、效益高的生產業 例如建立一個資本與技術 包括文化版權以及藝術品的交易中心 另外,考慮到 A區未來作為口岸功能區 將面對頻密的人流往來 在交通設置方面如單靠陸路交通連接市內各點 不僅運輸距離較長 如從東面A區到西邊內港 還可能會造成路面交通繁忙島處海的情況 新田海各地段多情周邊環水的島狀分布 水上交通應該充分加以利用 綜合上述因素 建議採用水上交通方式舒緩路面交通的壓力 其中可以參考意大利威尼斯和泰國曼谷水上的士模式 水上的士士上述兩地有特色的一種交通工具 兼具交通運輸和觀光的功能 可作為遊客遊覽武門的一個旅遊項目 新城田海土地,例如A、B、C、D、E各地段之間 均為水面連接,可以在新區規劃中預留水面交通客運碼頭 通過水路交通的方式來互相連接 除了能夠在運輸上分流以十分劑壁的陸路公交客運外 亦不實為有特色的旅遊觀光項目,是雙贏的方案 至於B區,在空間距離上與其他新田海地段比較 與澳門中心城區較為接近 同時B區又連接西灣、南灣湖及旅遊塔等休閒設施 對遊客有吸引力,應該統籌規劃利用 建議通過公共交通的重新設計 包括陸路交通、水上交通和步行系統將遊客引導至B區 可行的方法包括在B區設置水岸公園、城市雕塑、美食雜視 遊樂和藝術表演等元素吸引人流及消費 西灣的環湖沿岸和旅遊塔等設施本來對居民和遊客就有吸引力 但目前這個區域的旅遊元素還是有待增加及完善 因為交通相對不便,吸引消費的項目也有限 難以吸引更多旅客主動前來 為此,建議增加美食雜視、商業零售、遊樂和藝術表演等元素 特區政府曾經在2011年的施政方針中 提出了把西灣湖廣場發展成一個美食夜市的購賞 而且新口岸原來就有酒吧街 通過步行路網的連接 配合遊樂及藝術表演、夜市、旅遊商品銷售、水岸公園等元素 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豐富休閒旅遊內涵 達到增加居民和遊客消費的效果 E區的兩個地段分別臨近北看碼頭和澳門國際機場 建議發展購物商場和商貿服務等功能 除因為公的居住人口日益增多對購物中心有需求外 在E區設置類似功能 亦方便遊客進出海空港等候期間 有一個可以休整和安排閒下時間的地方 E區由於細氛圍E和E而兩個地段面積有限 不適合發展諸於香港有一成之類的超大型的商場 因此建議參考台北成品書店信義旗艦店書店 加商場加展覽的模式 可以較好地實現商業與文化創意 兩者的兼容和空間的多功能利用 亦較好地回應了居民對文化設施和商場購物的需求 另外,亦可考慮把目前內港碼頭的功能遷移至E一區 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1. 內港碼頭所在的區域是澳門傳統的舊城區 不僅人口密度高 且建築物和街道狹窄 目前內港環在運作的客貨駁位並不多 狹窄的街道並不適合進行大量的運輸功能 除了不利貨車進出 亦對附近的民居產生滋擾 2. 馬國廟和珠海灣仔之間提出 研究興建跨河行人隧道已經已論多時 於是馬國和內港一帶未來將成為口岸服務區 大量的人流要求有相應的商業和交通設施作為配套分流 目前的情況顯然不能滿足未來的需求 城市規劃和建設肯定需要依據形勢變法作出調整 不者建議借著新城填海規劃的機會 把內港的貨運功能全部遷移至 E. 一區 除了因為此地空間更為廣闊外 該區位置更靠近外港 可以使船艇運送貨物時不用深入內港 出入更為方便 其次 釋出內港碼頭的空間後 就有條件重新規劃和利用 馬國廟以至內港一帶的城市建設和功能配置 馬國廟一即是遊客連H. 的世衛景區之一 但目前旅遊元素仍然較為單一 主要是附近的內港區缺乏旅遊氛圍及配套設施 目前,同屬世衛歷史城區的港務局大樓 已經確定會調整用作旅遊和文化用途 如果內港碼頭的貨運功能也能順勢轉移 空出的圓航岸線便可發揮更豐富的綜合功能 例如,全聯馬國廟至內港一帶打造成集合旅遊 文化和商業多元素的水岸區 利用圓岸的建築物改造成旅遊文創設施和美食廣場 除了可以從新活化內港舊區 也能夠改善內港的整體觀感 考慮到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現階段遊客從珠海灣仔方向望向澳門內港 看到的視力盡滄桑的塵舊建築 這種視覺感受和澳門未來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有相當落差 如果未來該區成了遊客進出的口岸區 肯定會對該區的規劃佈局建設和交通有更高的要求 商述的建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該區狀況 同時比較切合實際地達到新舊區相互扶持的構想 結宇 通過規劃重塑城市功能值得一提的事 在上海細博會中國館展出售都如H關注 由曾經在澳門巡展獲得反應熱烈的動感清明上河圖帶來的啟示 這幅作品本是北宋時期畫家張澤端的代表作 它今已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其藝術價值固然不容之以 從市民對動感清明上河圖的良好反應內看 高科技和歷史文化遺產的結合可能會發揮熱想不到的效果 正因如此 在今天立體電影流行的年代 利用高科技將本來正態的畫卷進行動態化處理 使之變得活潑逼任 從而吸引人們前去觀賞 認識歷史文化遺產是值得參考的做法 而且是名呼其實的文化創意產業 澳門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成為一個一系列合旅遊城市 一定要提出自己的特色 澳門顯著的城市特色在哪裏呢? 我們認為應該定位在早期歐洲致遠東航海 貿易轉運港和中西文化 加回這兩個對外經貿和歷史文化元素之上 至於如何規劃 在此提出一個初步的構想 就是把上述元素分別致於 A區和E區兩個未來澳門新的海上門戶之內 突出澳門的城市形象 澳門在十六至十七世紀曾經事遠東繁忙香港 因此在A區或E區建議復原一個古繁船碼頭 包括一艘十六世紀的當藝繁船 這個概念是來自2006年瑞典仿古繁船 哥德布號重返廣州 這艘仿古繁船的原型增於1732年從瑞典來到廣州 從此開展了中國和瑞典的商貿交往 澳門亦完全有條件在現當年海上貿易情景 尤其是在國家全力推動一帶一路之際 具體來說 仿古繁船可以是正態的或動態的 如果是正態的可以是一個有關航海貿易的博物館 富裔旅遊文化等服務業 如果是動態的則希望能成為一種來往澳門和離島 甚至十字門水道的觀光交通工具 未來如果有條件的話 還可以考慮舉辦繁船國際賽之類的航海活動 以此吸引參賽者和更多遊客前來澳門 最後 需要提出關注的是 上述的規劃構想一定要講求和周邊地段的協調發展 單從功能用途角度來看的話 澳門目前也有類似功能的建築物及場所 但仍未有發揮到大洞周邊旅遊和商業的作用 原因主要是兩點 一是這些地方的旅遊元素比較單一 基本上只有觀光的功能 缺乏相應的文化內涵和商業配套 未能有效吸引旅客停留和消費 遊客往往是觀光源不就會離開 而是沒有協調與周邊地區配合 形成規模效應 例如旅遊塔及前地廣場 雖然臨近海邊並具有休閒環境 然而周圍缺乏各項商業配套功能 除了觀光拍照留念外 沒有更多旅遊元素提供旅客參與 因此在進行新城填海土地的產業規劃時 應該著重總結有關經驗 期望未來實施建設時能達到 綜合開發旅遊景點的目標 楊道康陽明宇